哈喽大家好,咱们6月的子弹笔记主题是夏天 上周Plan with Me的视频里问了大家 说起夏天您会想到什么,想画什么 正记到了很多让人很有画面感的回答 网上挺流行50个啥啥啥的视频主题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画关于夏天的50件小事 其实应该还不止50种 和6月子弹笔记保持一致,只用到了红蓝两色 而且这次都是小简笔画,好上手 也算是给大家的儿童节礼物了 首先是西瓜 我也老大不小了,知道各有所爱 公开说自己喜欢用勺吃翠阳西瓜会有引战嫌疑 这里就不多罪了 接下来还是几种水果 我试图按照类别划分今天要画的东西 不过有些难免会混在一起,你们懂就好 这里有青梅,葡萄,樱桃,荔枝,石榴 有的水果画整个的可能不够生动 加上切瓣或剥壳的,效果会更好 有评论提到石榴花 一下把我拉回了在姨妈家度过的暑假 虽说这里画的不太像吧 除了石榴花,还有香玉葵,千牛花都在夏季开放 再回到饮食 有同学说到了剩下白瓷梅子汤 碎边碰壁当了响 很有感觉,可惜我不会画 还好剩下玻璃柠檬水也不错 还画了瓶装冷饮 鸡打和勺挖的两种冰淇淋 老冰棍很经典,不过拆了包装真认不出来 所以换了它的袋子 你们吃到过五官端正的花莲雪糕吗? 我是没有 冷饮集合肯定也少不了爆冰 这里以啤酒烧烤作为代表的大排档我很爱 有的菜就是要爆火炒才好吃 馋了馋了 刚才有鲍冰,再画个鲍冰招牌 来点和风元素 夏日季花火大会,真是让人肤像脸片 不过我也没去过,画了干着急 所以选了几件比较常见的事物 烟花,张灯节彩 即将入网的小金鱼 塑料袋里的小金鱼 还有风铃和团扇 团扇很秀气 但要说山风还是蒲扇带劲 老家夏夜标配 是不是有些同学没用过蒲扇 很不错的 还能和草边鞋,草边帽搭配成整套look 走在时尚尖端 真不骗你 夏夜标配哪能少了摇椅,马扎,还有蚊香 蚊香炉其实我没用过 挺可爱,所以这里也画了 今天画的有些东西上周视频里也出现过 大小不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调整 城里的夏天到了晚上还是挺热 来几个室内避暑假瓶 台式风扇,吊扇,空调 再有了电脑和WiFi 就能做个快乐飞宅 追剧补翻看电影 如果你没用过蒲扇 或许你还处在有暑假作业要写的人生阶段 不知今年学校啥安排 还有暑假吗 这两天朋友圈看到了关于答辩的消息 又是毕业季了 下处有人毕业答辩 下末有人开学军训 抱歉,出了幸灾乐祸 我一时也想不到太多安慰的话 学位帽军训帽之后 再来两顶日常点的 棒球帽,宽颜帽 戴上墨镜 差不多可以出门面对焦阳似火的现实了 记得要涂防晒霜 小时候生活在内陆城市 还是挺向往海边的 现在常住热带海滨 不过我已认清自己的宅 阳光很好 可我就爱在屋里待着 沙滩排球 游泳圈和它水下的影子 棕榈树 螃蟹 人字托 泳衣 泳镜 海鸥 或许将来我也能学会享受户外活动吧 画了拖鞋泳衣 下面再多画几个装备 两道筋 大裤衩 可以和蒲扇摇椅配套 最好再拿壶热茶 老一辈的舒坦 碎花裙四季皆宜 夏天还是短点的比较清凉 阳伞雨伞长得很像 为了区分 阳伞我画了有花边的花哨款式 雨伞下面画上了小水汪 除了雨伞 还有雨靴和雨衣 以前汽自动车电动车上下雪 常穿斗篷树雨皮 现在手边没有 也能随时想起那令人窒息 又莫名安心的花工味道 好了 装备部分结束 前面画了海滩 再来几个内陆城市 也有的夏季单品 大树 树荫和枝料 你们捉过枝料吗 蝗虫 湿湿的 蝴蝶 干干的 蚕脆脆的 六月子弹笔记封面 写了杨万里的诗 这里又勉强cue了他那句更著名的 小河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最后 以蛙鸣 纸飞机 和飞灶水泡泡受位 今天的五十多件小事 就全部画完了 希望多少能涵盖一些 你身边的 或是脑海中的夏日元素 这样的简笔画核集 大家觉得如何 以后再出的话 你想看什么主题的呢 记得弹幕留言告诉我 感谢观看 欢迎留言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bye 还能和草边鞋草边帽 搭配成整套look 走在时尚尖端